这波淘基本土疫情已经造成六个家户感染 还有五个幼童被染疫 家长们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家中小朋友有以下症状的话 可要特别小心 因为根据美国临床的观察 有部分感染Omicron病毒的儿童们 会出现笑吼的症状 也就是讲话跟咳嗽时的声音相当的粗雅 有一点类似狗肺的声音 如果又有相关接触跟群聚史 就应该要特别提高警觉 好原市长郑文餐就呼吁中央下修疫苗接种的年龄层 降低幼童染疫的风险 但是有医师认为了 其实小朋友就算染疫也都是轻症 不用强制接种 反倒是会跟这些幼童们接触的成年人 更应该要加速施打疫苗 淘基疫情持续扩大 传染链烧进家户和职场 更导致五名幼童染疫 根据美国临床观察 部分感染Omicron变异株的儿童 声带和猴头发炎会出现笑吼症状 小朋友一旦声音粗哑 咳嗽类似狗沸声又有相关接触群聚时 就要提高警觉 由于感染Omicron病毒后 症状类似感冒难以辨别 也让疫苗接种的年龄 要不要往下修 再度引发讨论 有香港学者则建议可以抽取 BNT疫苗三分之一的剂量 为幼童接种两剂 期间相隔八周 可以有效降低心肌炎发生的几率 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把大人的BNT 就抽三分之一的剂量就好 ACIP专家委员会应该会开始讨论 要不要跟进国外政策 指挥中心松口会再找专家评估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 反倒是会与幼童接触的成人 更应该加速施打疫苗 保护自己也降低小朋友染疫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